诚信党在创党四年后首次举行党选 这一次的中央改选成绩已经出炉 大部分元任领导层都获得留任 Mohama Sabu和Datoshi Salahuddin继续担任该党的领导人 分别出任主席和熟理主席 原任大会议长O'n Jafar是在今天早上宣布 诚信党2019年到2022年的中央理事会名单 当选的三名副主席分别是Datou Mahfouz Omar Datou Sri Mujahid以及Datou Hassanuddin 在这一次改选中 党内的五名部长及领袖都获得保留 不过五名副部长当中却有一人落马 也就是工程部副部长Datou Ira Mohamed Anwar 诚信党是在雪州沙阿南的IDCC会展中心 展开为期三天的代表大会和党选 中央代表昨晚透过电子投票系统 选出了27名中委 之后再透过复选机制 由27名中委推举主席 熟理主席以及副主席等职位